這次我們要講的東西是已經在以往來說啦 這幾年的脊椎內飾進步非常的多 但是以往來說只能說去夾取一些多餘的 就是壓迫身邊的土地 那是以前能做的事情 現在的話我們更可以去做一些脊椎融合 我們再說不管是打釘子 做脊椎融合器 做什麼事情 這些在現在的脊椎內飾進也可以達成 而且可以用一個更安全 然後更清晰的一個視野去做儲備 你帶你介紹一下 骨肝癌過哪個情況 對哪些病人幫助救 在傳統的狀況之下呢 我們如果說脊椎啊有一些的變形 不管是滑凸還是測彎這些的狀況 因為它骨骸的排列已經錯誤了 那在這種錯誤的情況之下呢 我們需要把它做一定的矯正 這沒有辦法單停的這種減壓來做處理 要不然我們就回到更早以前的這種脊椎內飾進去 那也是非常微創的手術 是非常棒的手術 那在需要把這些骨骸排列成正確的狀況之下 我們就需要一些植入物的幫忙 那在這些植入物 以往是器械是沒有辦法 幫我們設定不到這個脊椎裡面的 那現在因為器械的進步 那技術的進步 那發現了一些新的毒物之後 我們就可以從一些安全的通道 把這些的植入放到我們身體裡面 而且減少更多的軟組織破壞 那對患者來說 它會有什麼一些會怎樣 包括說以傳統手術來說 一個脊椎融合手術啊 它的失血量會非常的大 墨約大概七八百到兩千以上都會有存在的 那在現在這樣的手術呢 因為它的止血效率好 那在這種處理的狀況之下 它失血的狀況大概只會有100到300cc而已 這非常少的一個失血量 而且因為破壞非常的少 所以病人基本上是開完刀之後 兩天到三天內大概就出院了 那在這種巨幅的進步之下呢 也連帶讓病人啊 後面的這些的肌肉復健啊 運動 都可以很快的進行 那也讓他們的 恢復一般的生活治理 現在我們醫療不只是要安全 更要講求舒適了 那讓他們恢復到這些舒適的生活裡面 是我們很重要的一個任務 這張圖片 它完全就是 脫離背架還是可以維持正要的一個狀況 而且一個成功的脊椎融合啊 是需要一些時間讓它生長的 那些骨頭要長過去 所以早期有不敢拍是因為早期拍的時候 它已經穿著背架 大家會露解 是不是背架造成能力的效果 拿掉背架造成能力的效果 拿掉背架造成能力的效果 以現在看到所有的Case啊 真是80 其實我在處理這些病人 我都是有看到它補職書中 所以我使用補職書中病 現在健保有給付這種補職書中病 那這個東西不是微創病 但是我把它拿來做微創病的使用 一旦有申請過 其實因為它特殊中病的設計 我可以把它當微創的使用 這個部分那就健保去處理 那前面這些竹襪 現在看到的都是健保的這些竹襪 那要處理的是那些東西 第一個內視鏡 內視鏡 因為健保局在前面的時候說 我們所有的耗材 不能好幾個人用用 所以現在這些耗材呢 它是每一個人用一次就喝掉的 所以這部分還是會有長晚的一個支出 不但是光是內視鏡的部分 另外一個是鑽頭 在這些手術要成功 其實用一般機械進去咬 角度是咬得到的 所以這些要學習去使用電鑽去摸 那電鑽的話 它大概會有三萬塊左右 這種特殊電鑽 因為以往啊 傳統是氣鑽 氣鑽的時候 它一進到水裡面 氣會過去 它會停住 所以不能這樣子使用 那其他有可能是看病人 像酸癌一些的東西 包括 因為在這些磨掉的骨頭 沒有辦法再重新 種回到 它的身體裡面 因為如果是自己的骨頭 種回去 讓骨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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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間 都可以長得難打 這是最好的情況 但是會磨掉的時候 少了這些骨頭 有時候我們需要去 補一些骨頭 讓它生長 那它這可能是另外一筆的費用 對 那基礎來說的話 這是一個成功的脊椎融合 最基礎的狀況 所以 不管是 像年輕人 二三十歲容易 也是脊椎融合出的 那因為也是他們越人群 所以他們只有脊椎融合出 而沒有結構上面的 力學的變化的時候 其實我會建議是使用 我剛才說 比較早 我們在做的這種 脊椎融合出的 甚至行得做都可以 那這是椎間融合出 那如果 提到一些的 不管是 退化 我們椎間融垮下來 或是椎間融已經沒有了 我們往前滑脫 或是 老年的這種脊椎車丸 這大概都會發生在 四十五到五十歲以後的病患 它一路讓它年紀非常大 都是會失血累積的 因為這是一個退化性的疾患 它不會因為年紀變大而變好 那在這些的病人 如果說它的變形越來越大的時候 我們才需要用我們肩膀這一個東西 去做一個小分 要不然如果說它的力學是好的 力線是好的 我們其實是建議不要去固定它 是最好的 不固定它 它擁有自己的肌肉 它如果肌肉願意配合去做一些運動訓練的話 它這些病人其實 它肌肉夠有力 脊椎夠有力 那力量夠了 它另外還附帶了一個好處是 它還有活動度 那如果像我們這樣固定下來 這個完全定死之後 它就是沒有活動度 那沒有活動度 這個是不得以為之的必要之二 怎麼說呢 我們看到一些的圖片來 我們把它做得非常的漂亮 這確實是 但是這三節都不能活動的情況之下 它的上一節和下一節 必須要跟它這原料這三節 應該要做的事情 所以為什麼我在選變人的時候 我希望它這三節原本活動度是越下 我才願意幫它處理 表示它要回復的機會是越下越 那在這種情況之下 固定下來 它犧牲掉的事情就比較沒那麼多 因為它本來腳步就不好 那我們把它固定成零度 它的活動度是零 那活動度變長 也沒有差異太大的時候 我覺得對病人來說是值得的 所以這個病人我跟它討論了非常久 討論非常久 我記得至少三個月到四個月 那請它去做一些訓練 試試看 到最後這陣子 這個病人我才把它 照到手機檔裡面 幫它處理這些事情 那術後的時候 它還發現其他的 腰椎以外其他的部位 不用那麼用力去維持他的姿勢的時候 他也是這樣耐心 所以大概分部大概是這樣 我們分配化性的脊椎 包括說滑脫和 配化性的脊椎測腕 那其他的常見的就是 二三十歲 我們如果班中 撲掉出一個最尖牌 那那時候我們用 比較之前使用的方法 就一個小洞進去 甚至寫的把它抽出來 就好了 謝謝大哥的提問 那以現在這樣的處理 現在那樣的處理 其實都有辦法 董仔也是肯定要下來都不夠快 其實都沒有辦法 這八隻下的 不要做太大的多年 基本上都OK 所以這盤這裡都去 兩天一雙 你覺得走得不夠快 結果怎麼會有很多人來講 再來吃什麼東西 他說 他本身 因為是老人 不管檢視這個有的 他說 他應該都吃到柑子 柑子要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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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 Bitch 四十八 東西 這一關 對頭所掌有情緒的生命 情緒就不要說等 等不倒 譬如說我們輪圖當地 一年裡面挑戰 他如果沒有開到四星的 有開到等到四星的 所以對頭所掌也有一個報的 在那裡有這個 情緒的身體 所以自己來報 他講什麼在生意裡面 沒有說 比較強調 那個要講什麼東西 還是比較多 現在已經是實證的學習 都已經開始做了 對我來說 不是吃什麼 這麼好 像這些環節 到這個 我會拿進去問人 因為你的核心 如果有到它 才有更多活躍 核心這個肌群 像一個塑膠椅子 不然七個都沒有 一個塑膠椅子 分泡裡面 做完 那個可以幫你放鴨 你的肉 如果是說夠鴨 它可以幫你放鴨 所以不是說吃什麼 吃什麼東西 而是你要怎麼去問人 那 開到之前沒辦法運動 所以開到後 有辦法 醫藥 待會兒小聲 會讓它好 可以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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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看到脊椅滑脫 通常都是追攻骨折後 的結構 那如果追攻骨折 要不要去做處理 除非病人有強烈的症状 危險 他年輕的話 我們再去做處理就好 如果年長者 他只有追攻骨折 而沒有滑脫掉 那力學線是OK的 那其實是可以不用處理 我們處理脊椎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其實要知道的是 處理神經的不舒服 那這些神經的不舒服 其實還會帶有雙下肢的麻 無力 這些問題是最主要的 那你說說一些痠痛 其實痠痛有時候 可以用一些肌肉去做解釋 那我們可以看到我們腰 一路到臀 一路肩到我們旁邊的咖天宿 這些肌肉一路站下來 其實是有機會 因為我們的腰不夠力 所以會痠痛 我們是說每一個痠痛 也都起來處理一下 但是如果他有神經壓迫 到他沒有力 到他的神經已經是失眠的狀況 那我們就要解救他的神經 但是要解救的是什麼 我們常常需要把骨頭 排回原來的位置 或是把一些多餘的組織 不管他是骨頭 還是椎間盤 還是旁邊的黃人帶這些人 處理下來 並且才會得到環節 這樣IY常常出現 也出現在你心裡 老人家也會 但是因為老人家的這間盤 比較硬 所以他彈出來的狀況 相對比較少 老人家因為其他的病症 會增加 包括幾句話